谈判现场忽然剑拔弩张 战地记者红发女却邪魅一笑 与此同时 一个快递小哥大踏步走入 原来他真是来送快递的 可是这一幕把众人都弄弄了 你压得看不出来我们要打仗了吗 没想到小哥送完快递就走 而红发女却直接拆开了包裹 原来是一柄长剑 众人神情猛然一紧 没想到红发女说完就走 而谈判现场瞬间打乱 而他就是天启四骑士中的战争骑士 与此同时 一家高级餐厅里 所谓的上流社会正在享受美食 而这家餐厅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花钱买的吃不饱 不光如此 老板还在不断扩展自己的业务 比如人工火腿 没有土豆成分的薯条 以及来自东方的黑科技酱果汁 就在这时 快递员赶到这里 而他这次一样是来送快递的 当餐厅老板打开盒子 里面赫然是一个天秤 他顿时激动无比地说 而他赫然就是天启四骑士中的饥荒 休息一晚上后 快递员准备再次出发 妻子却很是惊讶 丈夫昨天上午还在美国 下午就跑到了迪拜 今天又去哪里 丈夫却说今天就在家门口 很快他来到了一条 充满污染的河流旁边 他没有惊讶女人 为什么喜欢这样的风景 因为他只是送快递的 而女人的签名赫然也很是奇异 当女人打开包裹 里面赫然是一顶银色王冠 可是在女人的手里 竟一瞬间变成了黑色 因为他就是天启四骑士中的污染 还有最后一个快递 没想到却只是一张纸条 当男人打开 却发现上面没有具体地点 他迷茫地下车 准备去问问刚才的女人 可是下一刻 还好还好 可是没想到 快递员却忽然意识到这个可能就是收获人 而他就是天启四骑士的死亡 与此同时 猎魔人大壮开始告别了不靠谱老头出发寻找亚当 可他却不知道 他经过的弟弟却是有着神秘的地形人 而这也是亚当看完神秘杂志的愿望 紧接着 大壮的身边出现了多外星飞船 大壮的嘴巴都合不拢了 紧接着飞船缓缓降落 然后几个帅气无比的外星人 静止向的大壮走了过来 我们 局限制了 早上 这里的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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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长 没你们想和自行时离集养聚我们的相清静 对于,有但是 你的水 minutos 是很高的 是外星的 会把这边 这么多乱的 大壮顿时觉得这外星人还怪好呢 外星人却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撒旦之子亚当看了未解之谜杂志导致的 紧接着大壮开着三轮继续前进 可是下一刻亚当祈愿的地心人忽然挖穿了地面 紧接着 而这一切正好被亚当和小伙伴遇到 于是连忙将他送到了女巫的家中 可是女巫似乎早已知道 可就在此时 亚当看到了女巫家中的撒旦画像 也就是他的亲生父亲画像 他的真正能力顿时开始觉醒 脾气也瞬间变得暴躁 几个小伙伴正在议论亚当怎么了 可是下一刻 几个小伙伴顿时尴尬无比 紧接着亚当直接告诉了他们自己要毁灭世界的真相 可是几个小伙伴马上出声阻止 但是亚当却坚持自己的想法 甚至禁止小伙伴反驳 还说自己的四个伙伴马上就来找自己了 下一刻亚当双脚悬空离地 听到小伙伴的话语不由一阵脑弄 他顿时愤怒地大吼 可是忽然间他看到小伙伴在流泪 于是再次下令小伙伴大笑 与此同时 整个世界忽然狂风大作 就在他们亲吻时 不靠捕老头的银针忽然烧穿了地图 老头顿时大惊 难道是恶魔出现了 自己可是害了这个小伙伴 我觉得也是 我相信你怎么会会的 会儿 一疯很多 丑了 东方的应该是 混合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